主給我們一件好機會 在東三王那邊 購買了一個會所 這是一個好時機 好機會 那這個跟剛才我們第一次都講的有什麼 關聯呢 很重要 我們所有的事都必須要連與那裏 購買王子需要有連與那裏 我們接下來這個會所的需要 會用不多 也是一樣也是要連與那裏 謝謝主 所以我記得在保國書信裡面告訴我們 關於這個所有奉獻的事實上 第一我們需要把自己要獻給主 無論多或少 第一件事我們要接受那裏 我們必須要把我們自己 奉獻給主 要連與主 就是說要禱告 再一次的把自己要奉獻給主 所謂的 第三個事 因著我們引主的連結 從屬地的就能夠變為屬田的 物質的就能夠成為屬民的 無論再怎麼好 或是沒有與主連結 還是屬地的事 還是屬物質的價值就不高 但是當我們什麼時候 與主連結 擺在禱告裡面 再一次的把自己奉獻給主 無論我們擺上了多少 但是在神眼中都是有價值的 今天早上我再讀到這個 保護的兩個小節 有此類印象都有 保護的兩個小節 哎呀投一句話就很驚訝 那那個主怎麼說呢 他說啊 耶穌啊對著淫庫 坐著 坐著 那淫庫啊 就是我們的奉獻箱啊 對著那個淫庫啊 對著我們的奉獻箱 坐著 看啊群眾怎樣 這個財物奉獻的時候 有沒有想到說 主坐在那裡 來觀看 主坐在那裡來看 眾人怎樣把這個奉獻投上去啊 感謝主 所以呢主都知道 雖然 過多或少 但是主知道我們的心意 所以在那個註解裡面 畢竟就說 主是 神活在我們的人性 他關心的看著我們的奉獻 奉獻給神的世上 如何表達我們的忠誠 在這個觀察下 他身在保護對神的忠誠 他觀察比我們觀察的透徹 透徹 和樂 感謝主 所以每一次 當我們為主的需要 擺上 無論多或少 主 觀察的比我們更維繫 更多 所以感謝主 我想真的在奉獻的世上 弟兄們先告訴我們 就是要屬靈 而且要補片 屬靈的意志就是我們要奉獻 把我們自己要交給主 要以主連結 當時都以主連結了 在這件事上就成為屬靈了 第二件事情要 普遍的意志 不是集中在這個裁主的身上 裁主一個人就可以包辦了 這個 這個是小樹木 650萬 850萬 是小樹木 加上裝潢 是小樹木 也許裁主一個人就夠了 但是今天主所要的 不是 不是這樣的裁主 而是更多所謂的窮寡婦 我們在座的弟兄姊妹 包括我們的學生 也都應該 人人都有份 不是我能夠給主多少 而是有沒有給 主都在那裡 觀看我們 對主的忠心 而且我們要在這個會所 過滿的世上 一面我們喜樂 主給我們這個新的會所 第二方面 我們要把這件事 主啊 我願意一同有份 要有份 第一個要祷告 第二呢 感謝主 我們圓圓 好多各位參與 都能夠有份 感謝主 祝福我們 圓圓